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今天是收看的是灿烂时光 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宗祥 灿烂时光 会客室由公司新闻遗体中心PNN 公民行动已经进入资料库 我们联合直播的网络视讯的节目 我们希望透过人物的专访 来让大家了解在一些争议性事件 背后更需要我们去关注 去关心 去了解的一些比较制度性 结构性的问题 那在这个礼拜四的中午 在嘉义的 嘉义市的嘉义基督教医院的门口 其实有一场抗争 也是一场游行 这是嘉义工会他们所发起主导的一场游行 他们会希望院方能够对员工加薪 然后他们会觉得很长的一段时间 院方并没有加薪 所以希望在这个劳动条件当中 能够整个提升 虽然在这过程里面 他们也跟院方不断的协商 可是对工会来讲 这个协商的结果 似乎并不是那么的满意 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就要来跟大家邀请到 这个嘉义工会的理事长赵领宇 赵医师来跟我们谈这样一个话题 赵医师你好 你好 老师好 赵医师我想先请教您一个问题 就是在这一次的抗议的行动当中 游行的行动当中 你们的诉求是什么呢 为什么会有这一次的抗议呢 我们的诉求在这一次提出来 主要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我们希望能够全面的加薪百分之五 另外在过去一些资深员工 在跟医院在年资津贴的部分 有一些医院员工觉得说 在这个部分过去医院并没有合法的把他的这个年资津贴呢 有足够的发给这样子 所以我们也要代替我们会员要求把这个过去短扫的年资津贴把它返还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跟院方经过了几次的协商 我们从去年七月去年六月的时候 我们开始跟医院谈团体协约 这个部分我们已经写进去我们的团体协约的草案里面了 所以正式的讨论是在去年六月开始 但是在那个之前 其实在去年的年初的时候 我们整个团体协约的草案已经送给 已经送进那个我们的这个董事会 送给我们的医院 请他们要提出一个对案 所以我们其实等到现在已经超过一年多了 所以在这个一年当中院方没有任何具体的承诺 或者是比较明确可以让你们满意的一些回应吗 是这样我们双方在会谈 如果按照我们的这个团协的法令来讲的话 本来是我们提出了一个团协的草案 要求我们资方给予回应的时候 本来资方应该在六十天之内提供一个相对的对案给我们 也就是说我对这个劳动条件的要求是什么 六十天之内他要一个完整的对案给我们 那后来我们考虑到这个医院他可能短时间之内 他没有办法立刻给我们全部的全面的回应 所以我们在程序会议里面我们讲好了我们这次谈什么 我们现在会议里面要谈什么条文 下次呢我们这次讲好了下次要谈什么条文 那请你在那个开会下次开会的两周前你要给我们一个对案 这样子我们认为说对于院方来讲的话会减少他们很多的负担 那因为我们可以一次谈一张而不是谈一本团协的草案这样子 那我们发现就是说在前面谈的几个章节里面 我们发现院方有一些拖延的动作 他常常会在细微末节上面做那个与我们做争执 那我们觉得像什么样的增值 比如说像一些用字 比如说光是谈第一章来讲的话 医院就希望能够把双方的核心价值全部放在草案里面 对于我们所提出的案子 其实我们所提出的案子是参考劳动部 他这个团协草案的一些样子 就是会有一些识范本的东西 那同时我们参考既有的法令 然后我们写出来透过我们的这个集体的智慧把它写出来的 但是我们发现医院在讨论的时候 就会用一些这个在文字上面去很过度的要求 使得我们的进度非常的缓慢 我们发现有一次发现我们谈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一条都谈不成 按照这样的进度我们如果我们团协要从头到尾讨论完成的话 大概要花六七年的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工会就决定说 好 我们就把我们会员最关切的这两个部分 加薪百分之五 还有年至今年的返还 对 提早来谈 对 也许我们透过 也许这两条讨论过了以后 对工会而言 其他的条文我们就不会太在意 我们可以提早结束 团协 大家达成一个共识 为什么你们要特别把这两个条文是放到前头 作为一个协商的一个重点 因为这两个条文对我们的会员 是特别关切的一个部分 那大家知道工会它是一个三角形的结构 对 那我们的礼监事 它服务我们的会员 会员会把意见汇集到我们的礼监事里面 那礼监事会把这个意见跟我们的常务理事 我们大家来讨论 做成了决议 那我们就是要去实行 所以像这两个条文 我们的诉求加薪百分之五 连至今天返还 其实是我们 那个背负了会员的一个期望 所以我们必须要谈这个事情 当然加薪百分之五 其实从我们的诉求上面来说 其实会觉得知方 院方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没有加薪 他觉得说不会啊 我们这十几二十年来 其实已经加薪了非常多次嘛 那其实不同的职别 不同的职集 我们都有加薪 那不是完全没有加薪 这不是吗 是 我们承认在某些职等里面 某些职类里面 他的确是有加薪 但是我们也发现到 更基层的 更广大的 我举例来讲的话 门诊跟诊员 他可能二十几年前 进来医院的时候 他就月薪两万五 这些年来他都没有加薪 一直到现在 我们的基本工资已经 从一万六七千 一直现在已经两万两千多 已经逼近到他们的水准了 他们也就是说 相对来讲 他们要维持他们生活 其实是越来越困难 那这样的人数在我们医院 还不少 所以也就是说 在如果任由医院说 就他的选择性 去加薪的话 可能许多的职类 他永远加薪加不到 他们看不到那个 加薪的那个 那个指望这样子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在即使有加薪 但是在加薪的对象上面 会有不同的级别 或是不同的工作类型 而有加薪上面的差别 有些人永远就是 不能说永远 就是二十几年 从来没有被 被关照过 他们也是属于公司的 就是所谓的医院的 这个所谓的专任 专职的员工 是 当然是 同时医院说他有加薪 我们发现有些情况下 医院所说的加薪 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加薪 因为有些单位 因为有些单位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营养师好 营养师有些负责帮我们员工打菜的员工 做煮菜打菜这样子的员工 他们也列入了绩效制度 但是最近却因为物价高涨 菜价涨米价涨 然后所以他们的收支变成没有办法平衡 他们变成一个亏损的情况 那他们一亏损 所有的人绩效都拿不到 即使他按照院方的要求 你该做什么事情他都做了 然后也符合平坚的要求 但是他就是拿不到这样的绩效奖金 那医院解决之道 并不是帮他们加薪 虽然他们已经获得 他们有劳务的付出 他们所获得的是 医院用补贴这个员工便当费用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本来有员工一个便当 35块钱 医院说好 从此以后我为我们员工 每一个便当贴10块钱 他把这个10块钱当作一个员工的福利 让营养室的收支可以平衡 让员工可以领到那个绩效的奖金 可是你知道这样只是 只是让他们拿到绩效奖金而已 并不是真正的加薪 员工下个月到底能够加多少薪水 不知道 我们的期望 是让每个人在这个 职场里面工作室处于一个稳定的 还有一个安定的感觉 他知道说我这个月领到多少钱 我下个月可以领到多少钱 而不是说我这个绩效 一个无确定的一个 并不确定的东西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院方事实上是有加薪的 但是他可能会不同的级别 不同的工作类型 他其实有加 有些加有些没加 甚至有些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没有加 可是即使没有加薪 院方事实上是有一些绩效奖金的 那这个绩效奖金 可是在实务上面 你会觉得这些绩效奖金 并没有 不是真正的薪水 可是从院方的角度来讲 他可能就会觉得说 我其实已经有很大的鼓励了 那你们也有拿到钱 虽然他不叫做薪水 可是这个其实也是一种激励大家能够努力 或是激励大家能够这个所谓的好好的工作 那至少他也是一笔钱不是吗 是 我们可以说医院真的付出了这笔钱 但是我们也要问说 我们在餐厅里面为员工打菜的人 他跟绩效有什么关系呢 他打菜难道是艺术还是怎么样 他只要劳力付出 他其实做的是非常单纯的工作 他不需要靠绩效 去让他在彼此员工之间去竞争 好像我今天打菜打得比较好 比较少员工来跟我投诉 或者是外面的病人的家属来买饭的时候 比较少投诉 于是我就可以比较好的绩效 他好像还不至于需要有这样子的制度 去发他们的薪水 造成内部的员工之间的冲突 另外一方面 除了绩效这个部分 让员工来讲的话 他没有办法稳定的获得一个收入以外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也就是医院当然也发了很多的奖金 给我们的员工 比如说去年我们医院通过医院评鉴 医院就花了很多的钱 发那个瓶颈奖金给我们的员工 那笔钱我记得是每个人有半个月的薪水 半个月的薪水 满高的 满高的 可是不是每个人都有 比如说我们的研究助理没有 研究助理在评鉴里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我们要质疑的事情是说 医院不是没有钱能够加薪 他明明有钱可以发奖金 可以发半个月的奖金 他为什么不把这个钱变成一个加薪呢 使得我们的员工 可以有一个 在职场上有一个安定感 知道说我下个月有多少钱 宁愿本来用奖金的方式把它花掉 我相信它牵涉到退休金这样子的方式 但是我们认为这个是医院本来就应该为员工负担的 他应该这么做 他有多余的盈余 不应该把它变成奖金来发放 他应该把它变成加薪来发放 的确是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 就是如果他是奖金跟薪资 事实上可能相关的之后的加薪的问题 或者薪资调长的问题 或者是包括劳退的提拨的问题 其实都是不太一样的 那当然从医院方的角度来讲 他会觉得用奖金其实是一种 也是一种薪水的一部分 可是实际上他的确是存在了一种不稳定的这种状况 可是刚刚有提到 就是医生不断的在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一个稳定 但对医院来讲 他可能也会希望稳定 但是就是说公司 这毕竟是一个教会医院 那大家和谐是很重要 大家一起努力往前充施很重要 我们才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 可是会不会有公会出现之后 会让这个医院的本身 他其实会变得是不稳定的呢 或者是说 我也听过一些家机的同仁 他说其实我们的薪水 我们的劳动条件比很多的医院 都还算不错了 那我们就应该知足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再去做这样的一种抗争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继续跟大家讨论 欢迎收看本周的大远载报新闻 高雄市小港区空污严重 居民要求环保局在103年委托正修科大 针对在地1100位居民进行健康风险评估 隔年9月 评估报告结案后 却迟迟未公布结果 环保团体因此提起诉愿 最终高雄市环保局在29号公布评估结果 总致癌风险超过可接受程度 延宕一年多公布结果 让在地居民相当不满 报告明确显示 临海工业区排放的空气污染物高达122种 包括本、甲醛、泥本、绿乙烯、甲本等致癌物质 同时居民在上呼吸道相关疾病 比其他地区显著容易发生 环保局表示 近几年已透过减量协调 订定加强严格标准进行管制 但在地居民认为 应尽快减少空污 呼吁环保局立即办理沟通会议 并公告解决方法 营建署都委会27日召开大会 审议桃园航空城取断征收案 当地洪主理三块错居民和反对户 则发动抗议 失于原本不在规划征收内的家园 遭到腐烂征收 民间团体指出 2010年区域计划中 航空城征收只有1100多公顷 到了2014年则暴增到3000公顷 现在又将纳入洪主里的127公顷土地 怀疑遭到财团施压 除了桃园航空城 都委会将在省议新竹公道3新批道路征收案 同样遭到反对户抗议 批评市府不用空地失座道路 坚持要征收70多户民宅的土地 明显不合理 这两大规模庞大的案件 都委会将一口气审查 引起当地居民和民间团体忧心 服务政府不迎放水审查 立法院26日审查都更条例修正草案 遭公民团体举行记者会 指出草案瑕疵 其中公办都更交由私人建商推动 允许建商担任实施者 将导致民众需要被救济时出问题 政大地震系助理教授戴秀雄认为 政府所谓的公办都更 一旦被转移到民间 会产生类似戏约当事人的角色 也就是监督委多方而已 除此之外 修正草案还有自画都更过于腐烂的问题 公民团体专业者都市改革组织 秘书长彭阳开指出 草案允许建商自行划定都更单元 这样的修法缺乏公益性和必要性 呼吁应该要回归民法百分之百同意 才可以实施都更 面对反对声浪 内政部长叶俊荣则回应 都更条例草案在立法院已经多次讨论 透过推动相关的配套机制 以公办优先再活络民办都更 仍旧希望能在这个会期完成修法 欢迎再次回到参谈时光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宗祥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这个夹击工会 我们在夹击工会当中访问了赵林宇理事长来谈 在这个礼拜四夹击工会发起的这个游行的这样的一个行动 这样游行大概有两三百名的员工参加 这其实在台湾的这种所谓的医疗史上 甚至在抗争史上都很少看到这个一个医院 然后有这么多的员工要出来为自己的权益来发生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要去关注的事情 在刚刚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简单的厘清了 在这次抗争当中的一些老方的说法跟院方的一些说法 我们希望能够促成这些不同的对话 但是我们要接下来跟大家谈的是 也是有关于这样的一场抗争 就是我想要请教这个赵医师 就是对于资方来讲 就是他们在昨天的访问 媒体的访问当中也提到 整个的这家机的这个人事费用 其实已经超过了成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或者是说就像我刚刚提到的 有些同仁也会认为说 家机的这个福利其实相对于其他医院 或是家机的这种所谓的老公 相对于其他医院都已经很好了 那所以对院方来讲 他可能已经有这么高的人事成本 可是很单纯的就是公司要营运 或是医院要营运 他本来就会不同的考量 那所以在这个百分之五十的人事成本 对他们讲会不会就是一种为难 如果在这种状况底下 你们还要再加薪的话 会不会对他们讲就是一种为难 或是你觉得你期待院方怎么去看待 这样一种所谓的内部财务的分配的问题 或是怎么样去做这种所谓预算分配的问题 我个人是觉得这个我们还是可以回到我们的诉求 来思考这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讲加薪百分之五 加薪百分之五 我们之所以我们要上街头游行 是因为我们等不到医院明确的对案 对案就是相对的案子 比如说你今天工会说要百分之五 那你是不是提过具体的 他说他只能百分之三 那这是一个直接的对案 一个人说百分之五 一个人说百分之三 其实我们另外还有一个期待 我们也一再地跟医院讲 你可以用经营管理的智慧 提出一个你经营上面所需要的弹性 赖清德院长不是说他要给资方弹性吗 比如说你要放宽工时 你要放宽你的加班费要怎么计算 他认为只要能够提供给资方很多的弹性 那资方可以运作会更好 那所以我们在提百分之五的时候 并不是说你就跟我喊价 百分之三百分之二百分之一 不是的 你可以用经营方面的弹性来跟工会来做 交换 比如说你觉得在人员的调动上面 我们之前在契约里面没有讲好的 比如说某一个加护病房的护理师 他是不是能够经营在这个人力 比如说这段时间 这个病房人力比较不够 我是不是可以让他去调动 因为在人力的调动的部分 常常会有许多员工觉得不满意 常常会去申诉 后来跟工会去申诉这样子 那如果医院愿意比如说加薪 但是他提出一个对案是说 那我是不是经营的部分 可以某种弹性 那我们就可以来谈 那就可以达到双方 那个双赢的一个局面 所以我并不认为说 当我们谈加薪5%的时候 一定是工会营 工会会员营 医院输 不是这样子的 医院有他的经营管理的团队 他应该要能够提出说 他们觉得合理的 是 我们并不禁止说 我今天这个东西一定是只有这样而已 零或五 没有 并不是这样 你应该有经验的经营团队 应该是知道 过去在经营的过程中 他觉得哪些部分他需要弹性 哪些部分如果能够怎么样就更好 那好 我们再来跟工会谈 那也许我们一个百分之 我们得到一个百分之五 但是医院的经营者 他可以得到在许多的议题上 他获得经营上面的便利性 这样不是很好吗 不过根据医院的这个说法 就是在卫福部所公布的这个财报里面 其实也提到说 佳基的这个 医院其中跟年终的奖金已经 这个发贩数已经占了年度损益的六成以上 然后另外在人事成本的占有率也超过了百分之五十 事实上他应该是超过了多数的医学中心的人事费用 你怎么看医院方的这样一种说法 在我们研究那个院方的财报的时候 我们发现了所谓人事费用超过百分之五十 他的母数其实是不是那么正确 他的母数应该要把医务的收入还有非医务收入 比如说美食街停车场这个东西都应该算进去才对 但是我们看到所谓的超过百分之五十 他的母数只有计算到医务收入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发现前一阵子这个卫福部所发布的这个消息 那像很多像长庚医院 他的很多的盈利大部分来自非医务收入 所以我们会觉得说 医院说他的这个收入来讲的话 他已经支出在人事部部分已经百分之五十以上 那我觉得是计算的这个还是有点偏差 就您刚刚的这两个问题来看 其实很大一个一个真结点 就是在于所谓的整个资源分配的问题 那这个资源分配到底是谁参与的资源分配 从一个产业民主的角度来看 团体协商也是一种方式 另外一种方式当然就是例如说 有些国家或是有些企业 会有所谓的劳工董事 包括我们比较熟悉的公共电视的修法 也希望把这个东西是放在里面 家机的员工对于所谓的愿务的这个参与 就是员工不管是所谓的医务人员 或是非医务人员 事实上也都是这个所谓的医院的一份子 从产业民主的角度 那这个医院他应该是大家共同去努力去经营的 你们对于所谓的愿务的参与 除了刚刚谈到了这个所谓的团体协约 团体协商之外 还有什么其他的管道跟方式吗 我们还是肯定我们医院管理阶层 他管理的用心 毕竟这么多年来 使得我们医院的在民生上面的病人数的成长 都是那个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不过在决策的部分 我们觉得应该要有劳工的参与会比较好 比如说我们讲到这个年资津贴的返还的这个部分 民国94年的时候他就单方面说本来要发给 本来每一年要发给员工的这个年资津贴 每年增加的部分他就突然把它停掉 如果当时能够有员工能够参与这样的决策的时候 可能他不会这种鲁莽的下这样的决定 使得民国94年到现在 许多员工对当初的这样的决定还是没有办法量解 那工会呢我们也是参与了这个部分 希望能这个议题的这个社会的改造的这个部分 像我们去年就有参与医改会 还有立法委员民俗班委员 我们就是在参与这个医疗法的修法 希望在医疗财团法人的董事会的成员里面 能够有劳工董事的部分 如果有工会的话 有优先由工会来推派 如果没有工会的话 就由员工直接的选举 希望这样子能够减少这样子他们经营的盲点 有的时候他们做的决策是有偏差 当时为什么会想要成立佳机工会 成立的时候院方的态度是 我们今天在这个办公室里面 其实也可以看到医院所提供的 那当时他们的态度是什么 那当然成立这个所谓的工会 如果可以劳之和谐 如果能够创造双赢 当然不管是对劳工也好 对这个院方也好 都是一个正面的 可是如果发生了这种所谓的抗争 那也许对院方会觉得说 这个其实是对医院的可能是某种的伤害形象 如果更放一较远的角度来看的话 那会不会这个外交 你们家机医院 这个家机是个闹哄哄的 那会不会导致你们自己的 这个大家看病的人就觉得 就不太愿意来 那使得整体的收入 这个形象可能变得不好 形象变得不好之后 整体的收入就因此而下降 那反而对员工不利呢 你们会担心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觉得我们的员工在医院里面 不管会员或会员 还是兢兢业业业在工作岗位上面工作 那回到我们工会当初成立的过程 也就是在当初劳资会议的时候 像我还有我们现在的常务理事 当时也都是从劳资会议里面的成员里面出来的 我们是劳资会议里面的劳方的代表 就是当时在劳资会议里面 讨论的某些议题 我们发现说 比如说我们提了一个案子 我们希望我们的劳方代表 可不可以参与我们董事会里面 他们决定今年年终奖金要发放的会议 我们希望可以去旁听 我们提了这个案子 但是因为通过这个案子 需要劳资双方总共12个人 要四分之三以上的人通过才可以 那表决没有通过 所以你可以 我们那个时候就领悟到说 很多重要的议题 在劳资会议里面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比如说我想要提高 我要提高待遇 还有国际 还有包括我们也讨论过 国庭假日他的调医休 需要员工个人同意的过程 是不是有存在 当时这个东西在劳资会议里面都无法解决 后来我们翻了这公会法 我们发现说 劳资法里面很多的条文 它上面都有写说 如果没有公会 就经劳资会议同意 我们发现说 如果劳资会议没法解决这个问题 那公会就是我们的解决方案 所以我们才走向主公会的这条路 那我们公会成立到现在 我们都一直希望能够用自信的 理性的方式来跟医院做沟通 我们也期望医院能够有具体的来跟我们来做建设性的沟通 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的案子 公会会在劳动条件上面做一些争取 但是也希望医院在经营管理上面 他有什么样需要 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协商的内容 我相信这样子 在劳资双方沟通的情况下 充分沟通的情况下 这样会使得医院经营会有进化的效果 最后一个问题请教赵医师 就是医院的体系是很复杂 比如说现在医院有多角化经营 所以他会有传统的院务的 当然有包括废院务的 或是有包括社会服务的部分 也就是说在这里面有非常多的阶层化的问题 甚至有不同级别级别的这种问题 作为一个所谓的这样一个公会 其实内部应该也会存在的各式各样的 这种所谓的矛盾或权力关系 这样的问题在嫁妓公会是存在的吗 你们怎么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 我相信是存在 我觉得在不要说公会里面 不要说医院里面 社会阶层它永远是存在的 问题是我们是不是认清它 我们是不是对它有了解 而不是一概的否定 因为我硕士论文写的就是政治经济结构 对于一个特定的人群它的影响 我讲的是缅甸华人 他们如何受到歧视 我们发现说它是从语言不通 然后导致它在学校的学业没有办法跟上 导致就业不顺利 然后导致他们变成一个次等公民一样的地位 所以阶级的想法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 那我们成立公会的时候 我们都一直告诉我们的会员 我们要彼此 我们不能提案只提我这个职类的东西 我要为别人提这个案子 别的职类提这个案子 那我也是特别在医师这个部分呢 我常常写email给他们 告诉他们说他们的伦理义务是什么 因为我相信我们医师在医院里面 他是一个等于是最高阶层的人 他对于跟他一起工作的人 他有指挥管辖的权利 其他人也都必须要跟从他 所以我也提醒他 提醒我们的医师的会员说 你是最占优势的人 所以你也必须要多多的关照那些基层员工 没有基层员工 他们也没有办法做好你的工作 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谈过很多次 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劳动条件 他就不会有好的专业服务 最近这几年我们其实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所谓的公共服务的参与者 上街头的比例越来越高 包括这个消防员 包括这个警察 包括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所谓医护人员 这反映出了一件事情 就是在这样一个工作的条件底下 受到的压迫或是被认为 他们认为的这种不合理的待遇的情况 是越来越严重 但是要提醒所有的朋友 就是这些人所遇到的状况 其实就是他们能不能够发挥他们的服务 能不能够发挥所长的这个地方 也就是这些员工 这些不同的这些所谓的公共服务业者 他们的劳动条件 其实是跟每一个公民 跟每一个民众都是有很大的关系 今天非常谢谢赵医师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希望我们下次有机会 能够再跟你讲相关的问题 我们下礼拜空中再会 拜拜 天空的眼泪 吸过了世界 爱来不及发现 曾在手中的幸福消失不见 心中的黑暗 掩盖了希望 忘记要相信 生命的动力 是原子梦 万千走 继续带去梦想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